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欢迎您收看每日亮光 当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后 唯独服侍上帝的立位人 没有分得土地为业 因此上帝要以色列百姓善待立位人 使他们透过帮助需要的人 上帝的祝福不仅因着我们来祝福别人 更显出我们的生命是得着上帝的祝福 如同今天的圣经 生命纪12章19节说 你们要记得 在自己土地上定居的时候 不可忘记立位知足的人 在上帝做事的原则 有的还要再加给你 当我们愿意 更多的分享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周遭将充满着生命力 在以色列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湖泊 他们有相同的源头 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景象的湖泊 其中一个是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中常常提到的加利利海 事实上它是一个湖不是海 加利利海的水源由黑门山的雪水融化成为约旦河 从北面流入再由湖的南面流出 加利利海的水有甜味 雨产丰富充满生命力 以色列另一个著名的湖泊就是石海 石海的水是由约旦河及另外四条河流入 之后就不再流出 而成为一滩石水 高浓度的盐 与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